昨天笔准的推文谈到,海德大连香卢焦的002国产航母,已经在次生火待发,即将进行第二次海上试航。 果然到了昨天下午,002上就出现了新的动作,这就是三台歼15,只是8小时,和直9小时的模型,被吊车吊上了002的飞行甲板。 当然,这不是002的飞行甲板,上第一次出现潜在机,早在002航母首次下水时,就已经有货真驾驶的海军直十八舰在机短时间降落。 在了002的飞行甲板上,机过程和时间节点,基本和当年两名舰的服役过程一致,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传统仪式了。 那么为何要用这三种模型吊上002航母呢? 很简单,至今真正在我军航母上,实现实际上舰部署的,就只有这三种舰在机。 歼15是主战大型舰在战斗机,只是8小时临时间赋预警直升机,救人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的多重任务。 而只9小时则作为轻型舰在直升机,执行一些临时性的飞行任务。 虽然一直有人呼吁早一日让教练9小时,教练10小时这些双座教练机上线,但是由于蓝组所的谈力系数问题,这些国产飞机目前都没有达到上线蓝组的性能要求,只能暂时在陆地环境向培养出极舰载机飞行员,歼15的双座型号已经出来好几年了。 但是到目前,也没有上线起降的报道,网上一直在谈论我讲故定义,预警级上滑跃航母是非的可能性。 但是目前看来,这种情况,只会出现在正在建造的零零三型电磁弹射航母上,在两艘滑跃航母增加斜角甲板的弹射器前,直接滑跃起飞的概率不大,因此预警基地等比例模型,目前只出现在踩平滑跃头的武汉。 看航母楼上,而没有模型被吊上002,至于其他正在友谊竞争,武带隐身兼在机的新机型,在短时间内,更没有上滑跃航母的可能。 这三个模型中,殲15的模型和知识,8小时的模型的历史可不短了。 早在2012年辽宁建刚刚服役的时候,上集来视察,出现在辽宁建的机库中的,就是这两个模型。 明显可见殲15模型的折叠记忆,还要用额外的鞋杆撑住,因为殲15的针机在折叠记忆时,是不用额外撑干的。 这两个模型,到目前也用了六七年了,在两名舰上没有必要再用之后,又被船厂调到了002上。 说明这些模型,应该是船厂的财产,而不是海军的财产。 船厂用这些模型,可以方便的模拟针机,在航母上的动弦调配,试验机库转牌,升降机,以及航母专用飞机拖车的可靠性,属于简单而又十分有效的细薄事业和舍专用设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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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